所以可以召贵人来 做我们一把风水秘宝 当你有压力的时候 当你事业财富健康有问题的时候 都要求贵人来帮助你 健康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找到好的医生 要往哪个医院 什么时间去的时候 碰到好的医生 好的护士帮我们 所以这很重要 当我事业有问题的时候 怎么样有人拉拔我们一下 能够来拉我们一下 来助我们一把的时候 那才最重要 所以事业很重要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所以说在这个 要能够召贵来助我们一把 最简单的是 窄屋的栏方挂位 典放的光明组来召贵人 典放光明组在准备的时候 准备什么 准备的材料A 就是准备什么 12生肖的一个铜币或是图卡 甚至于如果你拿不到这个时候 你拿不到铜币 你要怎么用个图卡 是在网路都可以 都可以找得到用图卡 列印张图卡 12生肖的图卡 所以12生肖的图卡摆出来 第一个要准备的 再来就一定要12根的蜡烛 就是每个月的农历的15号 晚上月圆的时候来点 你把这个圆盘弄好 这个图卡的时候 把蜡烛放在12生肖的位置 给它点 那在室内在室外都没有关系 但是最好是能够在你的蓝方位最好 能够室内的蓝方或室外蓝方都可以 有时候你只要找对蓝方 你找对的 你自然而然就创造那种正能量出来 蜡烛就摆在每12生肖 各个生肖12根 如万一 我今天我明明我知道说 今天我要找属蛇的朋友来帮助我 我这件事他一定可以帮助把我拉上去 我老板是属马的 那我就12根马这很重要了 所以如果今天刚好蜡烛不够 你也可以只点这两根 那当然12根都有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我是老板属蛇跟属马 那怎么办 我可以找出两个比较特别的蜡烛 就点在这两个生肖的位置 就在这两个生肖位一摆上去 摆上去的时候 12根一样是12根蜡烛 那个亮光就会散发在整个空间的一种 月环当中跟这个月亮的光相互辉映 一相互辉映之后 我自己去起心动念去做了这件事的时候 你的脑坡里面已经跟天地成一线 天地一线之后 你的磁场自终会改变 所以你就有一股吸引力 就自然而然的 就把你老板那个信念把它拉到你这边 自然而然就像造了一个贵人来拉我们一把 很大的一个很好的力量 所以这非常简单就可以做到了 第二个我们建议做什么 在宰屋的客厅 挂有何为贵土来遭贵的 以何为贵 何为贵 这宰人写的字 所以何为贵 为什么要何为贵 人生能够在外里能很和平 很好的跟你相处的时候 何是一个嘴巴是在讲的都道合 何是何口 何就是道碎 道碎的嘴巴 所以道碎能够入到我们嘴巴的时候 就代表丰衣足使 所以这种丰衣足使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你把它挂在家里 何为贵就告诉你 你只要挂在家里面的时候 宰屋的客厅挂 你每天回到家看到是何为贵 你内心世界里面平常非常暴躁的脾气 自然你就会缓而下来 你平常那种无厘头的个性 那无厘头的思绪 来到家常常看到了以何为贵的 这何为贵的字眼 在这个地方你就会放量你自己的资产 那何为贵能够找到什么 字体也很重要 我会建议说当你 如果你常常是很阳刚很刚强的人 找这个字体 不要找太阳刚的字 因为字就如同一个人 所以字它是很阳刚的字写出来 见刀见骨的时候 这种你脾气就会暴躁 你看余佑任为什么何为贵写这种字 你看这种字是很流的 非常流蹄 所以它是圆融的 只要多用这些字 但要找这些比较灵活的字体 不要找到太阳刚的字体 灵活字体 那你说一下哪些阳刚的字体 放了会 今天阳刚的字体 如果像一个太工整 譬如说 像你15现在一个F的时候 象征很强 对不对 像F的时候 当然字体是很强 对不对 个性都很强 好强 好阳刚 天天你在家里面看到这种字体 就这样工整太过工整的时候 他的性格就会太过工整 不过圆融就没办法以何为贵 所以 何为贵 所以 黄老师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所以有时候字言很重要 多用点圆融的字体 对我们的诗细也同样可以达到改变的作用 就像有时候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场景 我们银行丸的场景 各位如果有看到的时候 我们就很多不听得很闪的时候 把人的眼光就吸了 这种放射出来 因为螺合能量就是吸引力 就可以把你的贵人吸进来 所以我们建议说 当你要去贵人来帮我们拉一把的时候 这两个东西最容易处理 所以也不要花到本钱就可以做好了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好